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Joanna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椰子油的三大妙用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椰子油应该怎么选择 那这个呢是我前两天在Costco购买的很大桶的椰子油 这个呢是我平时喜欢用的小小瓶一点的很方便椰子油 那么首先选择椰子油呢要选择冷炸的要organic的 这两个都是organic的椰子油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它有什么样的三大妙用 因为椰子油呢它是具有排毒养颜美容美发减肥的功效 所以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泛 我呢就把它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吃 怎么吃呢 我一般就是早上有时候嗑咖啡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小勺子 咬一小勺 把煮好的咖啡 然后放进 放到煮烤的咖啡里面 然后这个咖啡不仅有咖啡的香味 还有椰子油 淡淡的椰子香味 特别的好喝 这是第一个吃的方法 第二个吃的方法呢就是抹面包 我们早上不是经常喜欢吃烤面包吗 我就会把椰子油 代替黄油 抹在面包上薄薄的一层 然后一烤吃起来面包也很香甜 那么第三个吃法呢 有时候我会用椰子油来炒菜 因为椰子油它是可以高温的 所以有时候炒菜的时候 我把它当油炒菜 煎鸡蛋也很好 第四个呢 第四个呢也是我用途最多的 就是我煮米饭 你每次煮米饭 我每次煮米饭 我会把椰子油放一小勺 放在煮米饭的锅里 煮出来的饭会更加的香喷喷 更加的口感好 那么第二大类的用法呢 就是美容美发 这个也是我经常用到的 因为椰子油它可以按摩身体 特别是喜欢用精油的人 我是很喜欢用精油 很多精油是需要稀释的 那么椰子油是很好的稀释的油 我会把椰子油先打底 然后用精油在上面按摩 非常的舒服 舒缓 然后再还有一个很大的用途 就是可以卸妆 然后椰子油呢可以卸妆 这是我做了一个小试验 这是一个眼线液 这是我涂上去 然后我弄一点椰子油 抹上去 拿一个小纸巾 就很容易的 把眼线液给去掉 所以它的卸妆的效果 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功能呢 第二就是它可以当养发乳 我可以弄一点在手上 这么搓一搓 把这个油全部搓在手上 然后把这个头发的发烧 这样养护一下 可以防止头发生差 然后如果头发很蓬松 就这么拍一拍 就像一个发胶一样 让头发非常整齐 所以这个用处非常的好 而且呢你抹完以后啊 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椰香味 比香水还好闻 下面呢我要隆重的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用法 那就是漱口 因为我们每个人晚上睡完觉以后 通过了一晚上的睡眠 很多的细菌啊毒素啊 就会残扰在我们的口腔里面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含一口椰子油 含在嘴巴里面15到20分钟 含的过程当中会出很多的口水 唾液 含的过程当中会出很多的唾液 没关系 不要吞下去 也不要吐出来 15分钟到20分钟以后 素 这么古素 素完了以后 记住一定不要吞下去 因为15到20分钟以后 它是可以把你所有口腔里面的细菌 和你深层的毒素给拔出来 这个就是椰子油最强有力的功效 我们一定要15到20分钟 把毒素 它可以把体内的毒素 特别是做过牙齿根管治疗的 它这些毒素就可以用这个椰子油拔出来 然后把它15到20分钟以后把它吐掉 怎么个吐发症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一定不能吐到水池里面 第二个洗菜盆 洗素盆里面 因为这个椰子油它很快会凝固 而且能够把这个椰子油化掉的除了温度以外 其他很难有东西能够把它化掉 很容易堵塞你的管道 很重要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那么怎么吐呢 我们可以把它吐在一张面筋纸里面 然后放在垃圾桶里面 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我介绍的椰子油的三类的用法 你们都记住了吗 请一定要订阅我的 小安娜健康生活频道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生活小妙招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再见